我要是找不着工作怎么办呀 我养你啊 振柔 我想辞职了 那你想好辞职以后做什么了吗 大学的时候我的专业是建筑设计 毕业了以后一时找不到工作 才误打误撞当了娱乐记者 你说 我还有没有机会重新开始 转而八百地 当一个设计师啊 当然有了 我们家小组这么棒 肯定有可能的 真的吗 我听说博远还不错 你要不要试一下 博远 可是人家那么大一个设计公司 怎么可能会看上我这种小喽喽呢 你把简历发我一份 一旦我帮他上忙呢 你认识博远的人呢 不认识 不过多一个人帮你发简历总是好的嘛 我们要逛撒网 才能捞着博远这条大鱼 我要是找不着工作怎么办呀 我养你啊 好啊你说的你养我啊 我说的 我说的 什么 着急领奖金啊 辞职报告 钱签少啊 怪我没给你批价 那你这是抽的哪门子疯啊 我想做一名建筑设计师 那跟你不合适 你看啊 你不能随随便便 包总 这段时间多谢您的照顾 谢谢 不是 不是 这个 哎呀 再也不用跑新闻了 你说 我还有没有机会重新开始 转二八百地 当一个设计师啊